大多倫多地區超過3000名Metro超市員工 已經通過罷工投票 一旦談判失敗 工會會發動罷工 而勞資雙方由星期一開始談判 馬森儀報導 Unifor工會下星期一開始 就涵蓋大多倫多地區3700個Metro超市員工的合同 開始與資方談判 員工已經投票通過 如果談判失敗將會進行罷工 Unifor主席Lana Payne說 Metro員工的罷工意向 清楚向各大集貨商發出需要回應員工需求的強烈訊號 他又引述有集貨店員工說 公司賺取可觀收入的同時 工人工資就一直縮水 又批評疫情還未過去 集貨店就叫停向前線員工發放的津貼 工會說未來兩年將會開始就提升集貨店工人工資 和工作環境等十幾項集體協議持續進行談判